你会觉得近日都会有一个东升西降的情况吗? 我觉得其实在东升西降里面 其实也想提醒投资者 其实是近一年里面 他经常是不断转来转去的 不是说我们的标转来转去 而是说他在客观里面转来转去的 我们以前所谓的趋势 其实什么叫趋势呢? 至少在时刻围度里面 我觉得至少是两个季度 最好两个季度到无限季度 当然是好 但是问题是现在所谓的东升西降或西升东降 可以是最高速地是两个月已经转了一段 这是事实 譬如我们讲解在香港里面 香港在5月的时候 就是回到最低位 最低位就回升 然后回升之后 它又立刻转转 就跌了一个多月 而在那段时间 美股的走势就很神奇地走相反 而近日亦是相反中的相反 即是有一个新相反 似乎美股就开始向下跌了 有些人升到13000点的时候就叫人去买 但现在跌了1000点 不知道跌了没有 但是港股当一跌穿 在19几时很多人又喊股灾 又喊19000、18000、17000 股市三门 但是今天喊完之后 又被他喊到20000点楼上了 变成了这些东升西国的trend 很容易是说 你不要说一个季度 可能两个多月已经转一次了 投资者就变成要很谈慎 那么你相信哪一边的股市 这是第一点 而第二点 我都会觉得两边的分化是有机会继续的 两边的分化继续 我觉得那个核心是在哪里呢 是在中国始终现在是一个比较放松一点点 特别是在Currency的政策里面 它是减息的 它是逆了全世界的潮流 它是减息的 但问题是美国就是凶狠地加息的 变成就是一边加边减 而亦都令到Currency一边跌一边升的情况之下 变成股市的structure 变成是很不同的 变成就是在整体我们要相对 比较注意到两边的趋势之外 我私下了个结论就是说 在中国这一边 就算它不升也好 起码有相当一部分的股份 会比较硬朗一点的 我始终都要强调 就是承接我刚才说的ATMXJN的理论 但是就算你东方不买 最后一句就是说 就算东方你不相信它升的 你很仇恨中国的股票也好 我不管 每个人有自己自由的选择 和你自由的分析 就是说你不喜欢中国的股票 不要紧要是可以的 但是我会加到一个强烈的副主就是 你不买东方这一边 但是我觉得你也不要强烈 买西方那边 因为西方那边近期的情况 我都分析得比较明确的了 最后就是说 也要提醒投资者 就不要太过忽视 欧洲那边的 现在电方的情况 就是对外的负面幅射的效力 是 如果再加上欧洲 美国本身已经不太能够 再加上西方国家 但是在欧洲的诸对有助力的情况下 其实就真的不要对那边 是太过 可能跌得一个星期都不够 就开始疯狂地去加码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挺危险的行为 谢谢